澳门最近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本周早些时候 世界银行将其取代瑞士的排名 成为世界上最富地区的第四位 这是否是事实 今天做口门演播室的嘉宾 是VS Coaching网站创始人奥斯蒙德 欢迎您做口门演播室 最近赌场债券显著升值 中国主席的反腐行动 引发了全民的关注 苍蝇和老虎成为有趣的术语 在您看来 您会如何形容当前中国打击腐败的行动呢 中国的经济体制内充满了腐败 这让人们不得不被迫为此支付金额 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上周美国纽约时报发布了一篇有关前总理 及其家庭通过关系实现财富积累的文章 而所谓的关系在西方国家看来 通常就被认为是腐败 在中国的政府系统内 如果您想在更上一层楼 您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后台 否则就可能导致很不愉快的后果 根据资料显示 中国现任主席已经积蓄了足够的能量 同时也实现了一些目标 但分析师认为反腐行动的目的 只是为了拉近官员与民众的距离 打击官僚主义 而并没有大规模的整治党内的腐败 您认为执政党是否真的是叙事待发 目的有没有实现呢 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事件 可以理解的是 总体上人们都非常担心 国家层面的腐败迹象 人们不喜欢之前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而新的主席现在正在叙事待发 建立威信 上周在杂志封面上 经济学家描述了中国现任主席反腐的相关文章 记者写道 中国政府通过打击腐败 来实现政权的巩固 人们需要明白 主席需要有足够的影响力 才能够管制住高级官员 政府希望人们能够感到自己的领导人 与自己站在一起 并不希望官员不再受贿 现实是腐败还是很严重 小圈子的官员 通过收取大量的资金 来获得选票 这种情况比较普及 瑞士会受到什么影响呢 我们了解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 但中国反腐可能会给瑞士带来一些损害 如资金流入减少等 您的观点如何呢 我认为 任何瑞士银行 在操作来自中国的资本的时候 都应该非常谨慎地弄清楚来源 在适当的时间提出正确的问题 从中国转出大量的资金 因为官员们已经感到不安 已经试图将钱转出中国 之后他们就可以声称自己是清白的 因为钱已经被隐藏起来了 我个人就曾经处理过 来自中国的银行的资金 户主表示 这是他个人的合法资产 但实际上那是属于公价的财产 当然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瑞士的金融机构 接受这样的资产 那么可能会承担巨大的风险 卷入具有政治意味的斗争中去 因为中国政府会对此加以监控 每个贪官都要小心 但可能永远不知道 政府已经瞄准了自己 中国执政党党员数量众多 有时候并不能清晰地知晓 反腐败行动就涉及到多少的人数 这真的是太令人惊讶了 这更像是一场政治游戏 表明了新政府正在认真地对待 消除内部腐败问题 其实这只是一个计划好的展示而已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我们可以探讨好几个小时 奥斯蒙德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意见分享 各位观众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敬请继续关注 独高斯贝电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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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